乌兰大巴窑和蔡挫港将新建新的脚踏车道网络 亚龙河女皇镇也将由脚踏车道直达市区 而拓展后的脚踏车网络和相关的设施 有望鼓励更多国人以脚踏车为出行的方式 同时改善道路的连接性 陆路交通管理局宣布将在乌兰增设总长约20公里的脚踏车道和公园连道 这样一来 乌兰将成为全岛拥有最大区域内脚踏车网络的市政之一 确保居民出行时可以在地铁站 住家 学校 商场以及其他重要设施之间无缝衔接 在这同时 大巴窑也将新建7公里长的脚踏车网络 提高居民住家和大巴窑市政中心等地的连接性 当局还将改良现有的基础设施 如巴士站的设计 以便更好地方便脚踏车骑士和行人 另外 在蔡挫港地区 当局除了计划新建一条12公里长的脚踏车道外 还在探讨拓宽蔡挫港西立交桥上的现有人行道 将它改为脚踏车和行人共享步路 陆路交通管理局也将在牙龙和女皇镇 分别新建150米和2.3公里长的脚踏车道 让居民能够骑车通往市区 预计工程招标活动将在今年较迟时候展开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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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